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cdm的门们大家好 当你身边的智能设备逐渐增多的时候 你需要照看的屏幕也就越来越多 有些时候你是否感到力不从心呢 究竟有没有一家科技大佬可以来救救孩子 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种 极有可能成为未来生活办公方式的主流应用 多屏协同 那么多屏协同 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技术实现不同设备间的互通互联互动 其最后的好处就是避免让你在多个设备间反复切换 从而提升你使用智能产品的效率 国内知名科技企业华为在此前的发布柜上 就对外展示了旗下智能终端产品 全新的多屏协同功能 究竟体验如何 不如跟着本人去体验一番吧 当当当 这就是我们这次视频请来的配角演员 分别是华为新款MateBook X Pro 以及刚刚发布的华为Mate 30 Pro 哦 这一主角嘛 诶 别废话 干紧的 好好 主角当然不是我 而是通过这些台智能设备所呈现的华为多屏协同功能 没错 这次的多屏协同正是一碰船的升级版本 看了刚才的介绍 你是否好奇华为是如何做到如此优雅 从容高效的呢 其实很简单 首先需要将两台设备进行一个连接 在这一步呢 你总共有三种方式可以采取 首先就是碰一碰连接 这是此前一碰船就具备的功能 你只需要打开手机段的NFC功能与一碰船功能 然后用手机背部的NFC区域触碰华为MateBook X Pro C面上 电脑端右下方的标签 只要两者实现触碰便会弹出提示框 询问是否连接 点击式便成功将两台设备进行了连接 第二种方式就是靠近连接 用户需要打开电脑端的电脑管家 便依次点击我的手机立即连接靠近连接 同时还要开启手机端的蓝牙使其靠近PC 便会在设备端弹出链接对话框 点击相应按钮实现链接 第三种方法就是目前大多数人非常熟悉的扫码链接 用户同样需要在PC端电脑管家应用里依次点击 我的手机立即连接